其實我們都很熟悉 說到一個朋友 拔命來討兵的一個雅蘇講的故事 其實我們最初會把這個故事跟後面的十八章 現在是十一章 我們最初會把這個故事跟後面的十八章 說到一個寡婦 叫一個不疑的寡 寡婦去向一個官員祈求 叫他要處理他的案件 我們會把這兩個弄作為 但這不一樣的意思 我們今天要尋找來看自己的經文 十一章 從第五節開始 一到四節就是我們所謂主導文的原型 雅蘇在告訴他的學生如何基得 會最原型 跟我們學生在念不一樣 最簡單的版本 第五節開始 雅蘇說 我們如果看合合本 寫到我們怎麼看沒有 合合本是說 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 半夜到他那裡去 到底是誰去哪裡 合本翻的這樣真的看不懂 其實最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你半夜去你一個朋友家 這樣就好了 沒辦法 那個希臘文真的是這樣寫 他真的寫這樣 看不懂在寫什麼 好 就是說 現在雅蘇要說故事 雅蘇說 你雅蘇不敢去你一個便宜的處理 他去那裡做什麼 說便宜你借我三個餅 其實就是胖啦 我們合本把它翻成餅 就讓你想到扁扁的 有沒有 牛舌餅 不是啦 不是餅啦 胖啦 就是他說 請你借我三個胖 你為什麼 下面講的原因 為什麼他要給他吐三個胖 他說 有一個朋友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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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中 來到我的家 我沒有東西可以教他 說什麼 你會把東西去人家做人家賣 耶穌在講什麼故事啊 這個都很難發生的 當然啦 這是兩千年前巴勒斯坦的情況 其實到現在也可能還有 在那時候 人家要滷遊 不是滷遊 要去另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這樣走 不會在白天走啦 白天會怎麼樣 會太熱 他們都選比較傍晚開始走 所以常常比較有可能都是到晚上 都還沒有到 或是需要人家接待 所以在那些沙漠空夜的地方 善待客旅是那一整個地區的美德 不僅是猶太人 伊斯蘭教也一樣 就是沒有人家 雖然沒有人家 但是有人家有需要要帶 或是有需要要吃蜜 尤其是喝水 都要提供 都要善待 要招待 這是美德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羅德那個故事 要去買 所多馬俄摩拉 有不 羅德那個故事 羅德善待那兩個天使 可是那個城裡面的人想要說什麼 生的人想要說什麼 最近這個經文很出名 被常常拿出來用 城裡面的人想要強暴那兩個天使 對不對 對對對 大家就以為說這個是在講同性戀 不是啦 這個故事是說這個城的人不善待客旅 反而要什麼 要欺負強暴客旅 好 現在有這個背景都要知道 這個不見的是朋友 反正這個人是要招待 要善待一個旅途中的客人 半夜沒有空大 沒有空吃 他自己沒有 他想說去他的朋友 怎麼 他們家要給他 三個胖 我們很難想像 然後我冰箱有儲藏室 如果胖 會這麼多 那個時代沒有 那個時代不會多烤麵包放著 大家會烤一天份放著就好了 所以他是趕快跑出來去找 他說什麼 這個朋友說什麼 他說三件事情 不要打擾我 不可以 做我 不可以 做我 他們會怎麼樣 我的問題 怎麼樣 意見關 我的孩子也覺得 都意見在名城 你知道我們聽起來 就是覺得 這是什麼理由 這是什麼理由 可是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 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家庭 一般 比較 一般的是一層 如果比較好一點 是兩層 一層的情況 就是 要睡覺的時候 他就把門關起來 表示 其實白天都是開門的 隨時歡迎有人進來 如果關起來 就表示 什麼 要休息 不用擔心 關起來之後 他們會把家人 會睡在裡面 裡面 裡面 會有 鋪地 地鋪 然後 爸爸睡一邊 媽媽睡 另外一邊 中間呢 小孩 不是兩個 不是三個 可能是十個 幾百 困著會 這樣都困好 誰可以動一下嗎 動一下就怎麼樣 就全部都要醒 我剛剛說這是裡面 這個房子的裡面 外面 就是另外 比較靠大門那邊 要幹嘛 所有的 鋁啊 牛啊 就怎麼樣 趕進來 整個家就是 全部都在一起了 所以你現在 你不要在床 我要起來 炒得全家人都起來 然後去找麵包 然後把牛跟羊都趕出去 然後才能開門 這樣 要不要做 不要夠啊 十足 我已經睡了 不要把我擦 所以 你記不記得 為什麼牙縮 生在馬槽 其實翻譯成客旅 不見得是好的翻譯 因為那個時候 重新 要戶口民部調查 早就客旅都已經沒了 一般都是 一般人民的住宅 怎麼 借人住 所以比較可能是 主人們是睡在二樓 一樓 我剛說的 也會有什麼進來 牛羊馬 會進來啊 所以會有馬槽 不算來住 就讓你 約瑟馬利亞 就是睡一樓的地方 所以生在那裡 所以有馬槽 我們不要想像 好像 我去那個旅館 沒有房間 然後旅館 有那個馬槽 給他們睡 不是那個情境 那是我們現在 想像的情境 好 你可以想想說 這個前線 是人 你要起來嗎 你有要起來 拿旁邊給他嗎 你會怎麼處理 對嘛 就沒聽到嘛 全家裝死 這個還會回答什麼 要打消他的念頭 還蠻不錯的 很難怪的 什麼 你昨天有來我家 沒有啊 沒聽到 好 好 大部分的解經的書 都搞錯一個地方 尤其我們 漢字的文化 他說 他說 雅書公 尊公 不要看他 是你朋友 份上 你也要起床 拿給他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合本翻譯 以情詞迫切的直求 你聽這句話什麼意思 以情詞迫切的直求 你應該要起來 把他所需的東西拿給他 什麼叫情詞迫切的直求 我們台語是說 要求為著他會白切 是不是就 他就一直求 是不是 Persistency 一直求一直求 很堅持不放棄 一般很多經文解經 會解成這個樣子 就說 就算你不是看在朋友的份上 也要因為他怎麼樣 一直跟你求你要給他 結果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人講幾次 講幾次 一次 所以重點不是在講他一直求 人家只求一次啊 要說意思不是說他一直求 我說十八章寡妇那個例子 就是一直求 寡妇那個例子是 每天都去求 結果那個官怎麼樣 我一定要把它處理一下 不然他每天來給我喚醒 扎著 他每天來給我扎著 這裡不是 這裡重點不是說 一直求 這邊重點是什麼 它居然 它原文的意思 我們把它翻成 情詞迫切 或是說那個台語 說 要求為了他的白癡 那是 一個不好的翻譯 它的意思是 什麼 shame shamelessness 不扎著 不扎著 要因為他 不顧民主 好言寡辭 一直把你求 你來給他 半個兒子 人家在睡 你還好意思去求 亞瑟的意思是 這樣 所以 絕對看不懂 耶穌在講什麼 耶穌是不是教導我們要厚臉皮 莫恩直視就說 對 他就是這樣追到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不是一直追 他是厚臉皮的追 哈哈 開玩笑 好 不是 不是在強調說 一直一直說 是在強調那個 他居然敢 他居然敢 在這種情況下 提出這種要求 是不合理的要求 這個就要從前面開始看 這段基本是第五節到十三節 你來從頭前 第一節到第五節 開始去看這個經文 然後到後面 到後面 這一段故事其實從第五節到第八節 第五節到第八節 第九節到十三節 又跑去另外一個概念 這三段 要看這會看有 一開始 第一節 亞瑟在教他的學生 基督 他們學生說 主啊 教是我們基督的情處 約喊 也別教是他的學生 他就跟他們說 耶穌就教他們說 你們基督的時 就說 說什麼 說什麼 主導文一開始是講什麼 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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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用管你的名字 北啊 他叫上帝什麼 爸爸 各位朋友 我們基督徒已經叫習慣 天父 阿爸父 我們叫習慣 猶太人 這個不是他們的叫法 上帝是創造宇宙 無所不能 從無身有的神 你叫他爸爸 你早死啊 沒有這個概念 猶太人 尤其早期的猶太人 怎麼敢叫上帝爸爸 到了晚期被辱歸回 可能已經接近兩約時代的時候 開始有這些文獻 其實猶太人如果要 要叫上帝爸爸 是合情合理 因為他們是上帝的伯子嘛 他們會這樣寫 可是這樣寫 不會這樣叫 我舉個例 我們大家拜 媽祖 有沒有 是不是啦 媽祖嘛 是不是媽媽那個意思 媽祖嘛 有人叫媽祖叫媽媽嗎 拜媽祖的人 會叫媽祖媽媽嗎 不會啦 那是生命 你叫媽媽 叫媽媽 你是在 等下半天 再用講講 一樣的概念 猶太人會認為 上帝是他們天父 他們有一些文獻會說 你是我們王的父 你知道嗎 那個是王的父 這個很多民族都一樣嘛 那個皇帝是神的兒子嘛 你是王的父 不太會有猶太人直接叫上帝 是什麼 爸爸 結果耶穌教導 他的門徒叫上帝叫什麼 爸爸 路加福音還沒有彰顯得很清楚 在別的地方是直接 他說 你要這樣說 你要叫他 阿巴 這更 猶太人聽到就昏倒了 你用亞蘭文那個小朋友 叫爸爸的叫法 你不是說父親 不是 阿巴 你叫上帝叫阿巴 你大逆不道 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我要說的意思有聽到嗎 聽清楚嗎 聽清楚嗎 就是說 亞蘇現在叫他的父親 叫上帝叫什麼 爸爸 這個是不是 有法律山的旁邊說 你這的人是什麼 厚顏寡辭 厚顏寡辭 近年叫我的兄弟 叫什麼 阿巴 我在講這個感覺有沒有抓到 那個 我最近看那個網路 拍那個短片 他們中國人很喜歡拍這種短片 但是有一片蠻好笑的 有一個妹妹 有一個妹妹跟哥哥說 然後哥哥啊 我 你件衣服很漂亮 我的閨蜜 大家都說很漂亮 那哥哥說 多少錢 五百塊 中國錢多少 兩千 就乘以四 跟香港的一樣 好 他說兩千 兩千那麼貴 這爸爸買給你 然後那個妹妹就說 爸 因哥哥的阿公 叫爸 買給你 結果他就叫他哥哥說什麼 爸 我是說 我是說 叫爸爸買給你 爸爸 看著都昏倒了 笑死了 你自己說 你叫爸我就買給你 對不對 不是啊 他是要叫妹妹去找爸爸買給他 結果妹妹叫他爸爸 他只要買給他 這個是不是什麼 厚言寡辭 厚言寡辭 你說的 是你說 欸 你們這些的 學生 對我的這些基督道 你們這些的學生 要搞清楚 沒有人敢叫上帝什麼 爸爸 你們現在 你們的身份不一樣 你可以怎麼 叫他爸爸 人家會給你賣 厚言寡辭 厚言寡辭 可是我告訴你 如果真正身份是父子 有沒有厚言寡辭的問題 壓縮在轉換一個概念 這個上帝 創造宇宙的上帝 今 你可以叫他什麼 爸爸 在猶太人的時代 絕對不習慣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概念 敢叫他們的上帝爸爸 不過 各位先生 兩千年之後 我們這裡的基督道 叫爸爸也叫得不知道 人家 我們在叫天父 叫上帝天父 爸爸的時候 你有這個感覺嗎 有沒有 你有感覺這個上帝 真的是你的 爸爸 有沒有 沒有 你要買兩千塊的衣服 你跟我說 爸 不要給我 這樣 你有沒有這個 感覺 這個上帝 是我們的老爸 有沒有 我們家的兒子 說老爸是怎樣 我女兒昨天跟誰講 她說 我叫他爸爸 他不會回頭 我要叫他陳牧師 他才會回頭 我是沒聽到啦 氣死我了 好 你笑那麼高興幹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耶穌基督 這時 我說這三段經文要看在一起 這時他在告訴他的門徒 你對這個上帝有一個新的概念 你是他們的兒女 你要叫這個上帝 叫爸爸 即便可能外人看起來是 你叫我的上帝 你叫我這個上帝 叫爸爸 你是什麼東西 可是耶穌基督要給他一個新的概念 即便看起來是厚顏寡恥 你要很篤定的 爸 要叫他 這關係不一樣 不過耶穌很小心 耶穌真的很小心 他講故事很小心 這個人 求什麼東西 這樣是不是 看得到不一樣 把頭腰來泡一下麵 我看得到泡麵 跑去隔壁要泡麵 是不是 這個人求什麼 他的要求是什麼 是為了別人在求 耶穌有沒有很小心 他是為了不是自私的情況 他在求 好 那這個禁聞繼續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到說 耶穌第八節是要停在這裡 要 要因為他厚顏寡恥 不顧面子 他認為你跟他的關係不一樣 他求 你要給他 他就說 這個情況跟我們叫阿爸一樣 很快 所以耶穌說 祈求 就給你們 尋找 就尋見 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 哇 然後耶穌講完以後就說 因為 這個是一個 結果嘛 一個現象嘛 耶穌說 你如果基求 就給你 你如果吹 就吹到 那 怕問 就給你們開門 這是結果啊 這是結果啊 然後耶穌說 因爲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耶穌怎麼講 因爲 你如果求就給你們啦 那吹到封到啦 那吹到封到啦 怕問就給你們開啦 因爲 因爲 求就給你們啦 吹到封到啦 怕問就給你們開啦 啊有因爲嗎 因爲什麼 耶穌有解釋嗎 耶穌有沒有解釋 有 有 他講的跟他解釋 是同一句話啊 就好像我現在告訴你說 那個 那個 嘉倫 等一下我們要去吃麥當勞 嘉倫說為什麼 因為 等一下我們要去吃麥當勞 你這樣就聽懂了吧 你就覺得奇怪吧 耶穌說 吹 牛就給你們 吹到封到 怕問就給你們開門 因爲 吹牛就給你們 吹到封到 怕問就給你們開門 耶穌你說什麼 耶穌在講什麼 你們看這個經文都沒有很小心看 耶穌在搞笑 你們都看不出來 耶穌說 等一下我們要去哪裡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 他根本沒有回答 所以為什麼沒有回答 所以為什麼沒有回答 你們還是沒有跑到經文裡面啊 什麼 你說沒關係 說啦沒關係啦 那個 穆恩 穆恩跟他爸爸 要 100萬 要去 救恩什麼業 創業 他要去創業 跟爸爸要100萬 為什麼 因為 那是我爸爸啊 有沒有解釋 沒解釋 可是沒有解釋 也是告訴你啦 聽懂意思嗎 告訴你不用解釋 不用解釋啦 你只要 求 就給你 吹就怎麼樣 對著 怕問 跟你開問 然後他沒有解釋 耶穌的意思是說 不用解釋 為什麼不用解釋 因為是爸爸 你要看懂耶穌在講什麼 耶穌現在不是要 這個我再強調一次 但是這段經文跟18章不一樣 18章在講一個寡妇 去求一個法官 而且那個法官是不義的法官 法官不想理他 那個寡妇就天天求 每天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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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處理這個問題 耶穌的意思是說 就算是這個不義的法官 他都會幫你怎麼樣 解決問題 何況是什麼 那時候不講爸爸 何況是那個正義的上帝 他一定會為你解決 可是這一段不是在講這個 十一節是講一個概念的轉變 十一節是在講這個人 求幾次 求幾次 一次 不是跟那個寡妇一樣 一直求一直求 不是在強調很 persistency 不是在強調很堅持 是在強調那個概念不一樣 你既然叫上帝叫爸爸 你憑什麼叫上帝叫爸爸 這真的是那個時代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伊斯蘭教要叫阿拉也不會敢叫爸爸 猶太人也不會敢叫耶和華上帝爸爸 那是亞洲帶來一個新的概念 他告訴這些他的門徒 你怎麼叫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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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這位上帝 叫什麼 爸爸 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你哪可以叫上帝爸爸 求就讓你 找到賭到 他們就跟你開門 所以這裡不是在講 你求的時候的那個 persistency 一直求一直求 不是 這裡在講 你跟各位朋友 你跟這位上帝的關係是什麼 你跟這位上帝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最後一段就講進去哪裡 他說 有一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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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主人來討帝 要討著頭給他 或是他要討 我少寫一個 或是他要討 討著頭給他 或是討著頭給他 或是討著頭給他 他討著那個 好 我把他拼一下 鯭拉堂 你要知道什麼叫鯭拉堂 你們這些台語不好的 鯭拉堂就是那個 我忘記中文怎麼講 鞋子 鯭拉堂就是鞋子 來來來 我忘記寫一句 你說鯭有一個做老爸 他們鯭來討胖 孩子來討胖 我們都翻成餅 拿酒頭給他 你知道那個 那個曠野 巴勒斯坦 那個石頭看起來就是胖 那樣子啊 就這樣胖 那個石頭嘛 跟胖一樣 有的人 那樣子 你兒子要幫你拖酒 不是 拖胖 你老爸拿酒頭給他 還是 要幫你拖魚 你給他什麼 爪 為什麼會魚跟蛇有關係 因為我們翻得不夠準 他不是在講蛇 他在說麻魚 麻啦 麻是怎樣 猶太人 不可以吃麻 不可以吃芹 不可以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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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魚 所以他要用一個 潔淨的 來對比不潔淨的 麻 麻是不可以吃的 他兒子跟他要魚 怎麼會給他蟻魚呢 那如果軟 軟怎麼會跟 激和糖有關係 因為激和糖 在效果的時候 它是激幾球 然後那個樣子就像一個什麼 蛋一樣 就是說 亞洲在說的是 怎麼可能你爸爸 會把不好的東西 動作是好的東西 拿給你 尤其是什麼 你家的水蓮派 耶穌也實在是講話 一點都不客氣 你家的水蓮派 要去 知道要用好的蜜 給你的怕日 和風 你在天靈的爬 怕不要用聖神 來救他的人嗎 路加福音這麼寫 馬太福音是寫說 怕不要用好的蜜 來救他的人 可是路加直接把它寫成 聖靈 聖神 聖神 你要知道 在這段紀念裡面 這段紀念裡面 耶穌基督帶出一個全新的概念 這個上帝 在猶太人的上帝 就是獨一的一神論的上帝 可是在基督教裡面 這個上帝 是有三個位格的上帝 就是創造宇宙的上帝 到什麼 道成肉身主耶穌基督的上帝 還有什麼 現行上帝 這三一上帝都沒辦法解釋 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解釋 包括我 神學家都無法解釋 這個上帝怎麼又是三又是一 到底還是三還是一 各種的解釋都解釋不通 可是我們神學院那個林洪信老師 他在解釋這裡的時候 他有個方法很好 可是他沒有解釋 他只是講他的功能 他說當上帝是 創造宇宙的那個上帝 大不大 大不大 這個上帝 又大 要離你 又遠吧 上帝